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本琼斯 今天是交易周的最后一天 让我们做一下总结 与我连线的嘉宾是Forest National银行的 亚里克斯·斯密斯 南非通胀数据得以公布 数据从6.4%下降至5.9% 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出人意料 我们已经预见到南非的通胀率降低 但没有料到会如此显著 我们之前认为会下跌到6% 而当时市场普遍预计值是6.1%或6.2% 可以说通胀率缩减幅度确实超过我们的预测 这主要是由于食品类产品价格的下跌 还有预输成本的降低 通胀率下降也与9月份汽油价格的下调有关 我们预计未来数月通胀率会进一步下跌 因此很有可能南非储备银行将会保持利率至今年年底不变 本周公布了欧元区的PMI数据 数据的结果是什么呢 当前欧洲形势如何 主要的数据指标表现相当不错 PMI综合指数显示小幅回升 但我对基础数据有一点惊讶 据此我们看到经济增速逐渐的放缓 月内生产价值有所降低 服务业和工业支出有所减少 此外生产成本也在增加 需求的减少使得工作岗位缩减 而从企业不得不减少工作岗位来看 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是很好 不久前公布的数据让我非常担心的是 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 很可能欧洲央行将被迫采取新的激励措施 以支持欧元区经济的增长 最后本周英国发生了众多的事件 第一个是货币政策委员会两名成员决定加息 而今天还将公布GDP增长报告 我们预测会出现从3.2%至3.0%的小幅下滑 哪些事件可能会对英国整体经济产生影响呢 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尽管当前英国GDP增长是比较稳定的 与第二季度3.5%的增速相比较 我们还是看到有所减缓 农业部门产生呈现下跌的趋势 消费也在下降 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 还有通胀率非常低 工资增长也非常低 这使得劳动力市场表现不景气 实体经济增长放缓 就业表现变差 全球商品市场价格看跌 欧元区经济不景气等 同时英镑的汇率相对强劲 而目前所有的因素都表明 英国没有必要提高利率 从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 本周举行的会议上来看 我们认为很有可能 他们会决定在明年的下半年实行加息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亚历克斯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多高斯贝电视 不要忘记我们的数据每小时更新 再见